你好,欢迎收看5月8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宇慧 花莲县的部落文件占超过60多个 大部分都是以社区活动中心或者是部落聚会所为据点 充分达到巷弄长照精神 不过也产生了空间排挤效益 不少协会社团或者是部落会议就成情表示说 原本社区部落共用了公共场地 现在开会使用时会经常遇到重叠的情形 光复下面代表郑万正判相公所正事来协助排挤 不论是在广场做暖身操还是在室内上课劳作 这是以社区活动中心或部落聚会所 作为老人照护场所的文件站的日常 部落社区都高度肯定与支持 不过空间排挤效应的问题也逐渐浮上了台面 花莲县各乡镇部落积极配合推动文件站的 设立落实政府部落长照政策 然而多数以社区活动中心或部落聚会所为据点 却也衍生出了场地的问题 光复香代表郑万正就接或社区居民或部落族人反映 现在不论是社区协会社团用地 还是部落同目会议的召开都处处受限 也造成了族人间的纠纷不满 期盼相公所能正事 排他性很重 你看我们的公共资源这么丰富 你们怎么那么寒酸 会有这样的那会形成让部落 会一个这样的疙瘩 会这样一个纠纷 所以我们这个是公所也要负责 要做协调 让我们部落使用也方便 那我们也请委员去关心 特别对法国人这个部分 因为马大安的原生米人口数真的蛮多的 如果只有一个大马大安社区发展协会的文化健康站 来去照顾这些长者的话 确实是不够 相公所原名课长将进行达询说明 今年度辅导设立的文件站营运与空间运用的情形 而至于公共建筑空间产生排挤问题 乡长林清水也将进一步了解的同时 也表示社区公共设施为全民共享共有 更是一起维护管理 也期盼大家都能捐弃己见 一起共用共享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